今天是二二八廉假的第一天 柯文哲再度骑单车挑战一日北高 这是他卸任市长身份之后 首度以党主席之资来参加 而至于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 最近在脸书上频频发文 争扁时事动作不断 柯文哲认为这很正常 郭台铭是关心国家事务的国民 只是声量比较大 而至于双方是否就2024总统大选来合作 柯文哲只说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也引发联想 清晨五点半 柯文哲黄珊珊先到关渡宫参拜 祈求360多公里路途一切平安 有信心吗 不知道 有几分把握柯皮华说的保守 穿好背心安全帽扣紧 寒风中活动筋骨暖暖身子准备启程 3 2 1 首度选择电动辅助车在起步和上坡能省些力气 尽力撑到高雄 柯文哲延续市长任内传统首度以党主席身份挑战一日北高 才刚跟完白沙屯妈祖九天静香的他被解读未备战2024 用行动维持话题热度 柯皮说目的是维持传统 恰好已想选总统的鸿海创办人郭台铭 最近脸书真编时事贴文不少 眼见蓝营总统提名纷扰 柯皮要稳住自己正脚 而前副手黄珊珊再度陪棋 两人还计划在四月一同访美 黄珊珊贡献人脉 协助柯文哲规划在纽约和华府行程 柯山并肩之路 目的地除了高雄或许还有2024 这也成为纯阳佩玉张士奎台报导